我叫钢铁爸 来到双合医院 探视杨先生五口之家的钢铁爸 先是自我介绍 说明他所发起的 盛祥救援协会成立宗旨 希望能够提供生活物资 协助紧急遭遇困境的家庭 陪同钢铁爸一起来的是 新庄分会长阿贵 两个人认真聆听杨先生确诊 多发性骨髓流后 连带五口之家所遭遇到的困难 去年12月杨先生挂急诊后 检查出来是罹患多发性骨髓流 属于恶性肿瘤 已经住院治疗了半年 也就是说 原本一家之主的杨先生不能工作 担任家管 照顾三个孩子的太太 也无法工作 医疗费加上房租 生活费等等的都是问题 我想救援学的宗旨 它是给物资不给钱的 因为刚刚看到他们这样子 这个先生的这个病情 他必须要等这个配对 其实他的表情 你告诉我他是很慌张 然后加上这个太太的眼神 跟表情是无助的 然后又三个小孩子 所以当下我才跟分队长才决定 要把这笔上款的两万块捐给他 因为刚刚在谈天的过程 他还有一笔前面笔的医疗 可以七八千 所以我刷一串之后 他缴了七八千 也剩一万二到一万三 那只说可以暂时帮他救急 帮他还一下 这就用意 但是盛翔呢 这一件已经破了盛翔的宗旨了 钢铁霸汉分会长阿贵 讨论过后先以急难救助医疗金机制 捐赠两万元 让他们先支付医疗费用 并且承诺后续会提供相关的生活物资 好让杨太太不用担心 同时祝福杨先生能够早日康复 找回健康的身体照顾一家人 中佳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